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 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 就不是亚洲世纪 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 是要等到中国、印度 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 才算到来 中印是两大文明古国 两大新兴经济体 两大邻国 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双方有智慧、有能力 实现相互成就 而非彼此消耗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将两国领导人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 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 落到实处 推动中印关系 早日重回稳定健康发展轨道 维护中印两国 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